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政府统计 从成立12区关怀中心到现在 累计的服务案件数近6万 自从市府的官网开设 新冠肺炎防疫专区后 由于内容及时更新 资讯完整 因此12区的关怀中心减少了很多询问的电话 台北市政府成立12区关怀中心到现在 工作人力为525人 累计服务案件数59409 累计派工数68537 自从北市府官网开设 新冠肺炎防疫专区的防疫资讯后 由于内容及时更新 资讯完整 因此中心确实减少很多询问的电话 让区关怀中心的同仁们 能够更专注于居家照护者的服务 这个网站设立了以后的确是减少了我们很多居家 照护关怀的相关的电话 尤其是区籍关怀中心电话少了很多 那我们这是我们在到5月23号我们居家照护的关怀人数的统计 从我们成立区籍关怀中心之后到现在 我们现在居家照护的人总共累计的有183,551人 然后每一天还有居家隔离的目前还有一万四千多人 那在我们区籍关怀中心里面 我们现在进驻的总人数是525人 那每一天的电话累计进线人数大概是 除了进线关怀中心 就是我们打出去以外的打进来的有六千多通 那累计的案件就是每一个他打电话进来 或者是我们需要做相关的派工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帮他叫防疫旅馆 找防疫建设 要帮他安排相关的作业的派工的数量 就已经六万八千多人 然后累计的案件 各自打电话进来 成案的案件也有五万九千多人 所以整个案件的数量跟相关的派工的完成率 目前很多百分之78都已经完成 有一些还在派案中 那有一些是要收垃圾 可能他需要我们帮他带定餐 这些零零总总都在我们区籍关怀中心在作业 所以要呼吁所有的市民朋友 如果你确诊在居家照护中 那相关的我们现在有跟诊所做居家照护的关怀 那其他的部分我们希望区籍关怀中心的相关的人力 只要不要再就那些相关的系统的问题在处理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安心的来做相关的关怀的作业 包括怎么样把居家照护的人照顾好 所以请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先上网站 把关怀中心的电话的人力留给需要这些协助的人 那我们现在的网站上面有非常多的有效的讯息 我们每一天都会更新 每一天区籍关怀中心他们当天碰到的问题 当天晚上我们就会检讨 第二天我们就会更新在我们的新的网页 也就是说这个网页大概全国的民众都可以进来看 那里面全部有包括中央跟我们地方最新的一些讯息 还有相关资讯的更新都会在每一天都 晚上我们都会update 然后第二天就会呈现最新的状况 所以进来之后你就可以医到你的身份别 你是确诊者还是居隔者还是快筛羊 还是入境者还是老师或学生 要查居家照护医疗照护或急门诊或车来处 还有快筛以及我们最有特色的是 有一个防疫的文字客服 就可以线上直接问 直接用文字询问 然后他直接用文字回答你 那另外就是我们每一天更新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进去之后 就会看到我们最新更新的资讯 例如说在我是确诊者里面 他可能有个问题是我家里有儿童确诊要注意什么 那我们这里面就会有蛮详细的资讯 那也会特别提醒 比如说出现儿童脑炎重症前的前去的症状 要联系119 很多家长都还想说 他只是发烧 我要不要做什么事 那紧急的时候其实应该就应该要送医了 体温大于41度 意识不清 持续昏睡 持续头痛或呕吐的话 抽搐或不太不稳 其实就应该到急诊来 所以像类似的状况 你在家里没有办法判断的话 就麻烦大家可以上网去查 这个网站里面更新的最新资讯 另外医疗照护的部分 最多的询问就是他在家里居家确诊了 居家照护 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 他发现了一些相关的症状 可是他到底怎么办 所以这边我们就会有视讯诊疗的所有的资讯 里面包括中西医的名单 甚至你可能要看牙齿 也可以看到牙医诊头的名单 都可以透过这个系统 还有中央的健康医友APP 还有我们联合医院的视讯诊疗 所以在家里虽然在居家隔离 居家照护 但是你还是可以透过视讯的方式 取得相关的医疗服务 所以希望大家除了很恐慌之后之外 然后到处打电话 其实可以先上网去查 查到相关的资讯就在你家附近 可能就有一个诊所可以帮你做视讯诊疗 甚至可以提供你抗病毒药物 所以就不用这么慌张 黄山山再次呼吁大家确诊 不要恐慌 可以先上网查资讯 真的找不到再打电话 希望能再减少关华中心服务员的工作负担 记者温宇君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规定 八大行业消费者需要打满三剂 才能入内消费外 再新增了绕镜 浸箱团 旅游团 和进入健身房运动的民众 也需要三剂疫苗才能参加 就有民众向消机会来投诉 与健身房业者间发生的纠纷 政府规定消费者需打满三剂疫苗 才能进入健身房运动 消机会因此收到许多健身房消费纠纷案件 一位李小姐表示 她本身是知名健身房会员 却因为身体状况不适合打疫苗 无法再进入健身房使用 每月还要再缴交1288元会费 向业者请假 却被要求需令付599元手续费 且暂停汇集的日期 也不能回缩到禁令生效当天 如今月费还是得照交 因为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都只有打一剂疫苗 我先说明一下 我们两个人打完第一剂疫苗之后 我自己是有出现心脏不舒服的副作用 有持续在看医生 那我现在也已经拿到医生诊断证明书 不适合施打疫苗的证明 所以我应该是属于政府所谓的 不能施打疫苗的民众 就是就不会再想要继续去施打了 不管是第二剂第三剂还是现在讲的第四剂 这应该是不打算再打了 那个教练马上就跟我们说 公司现在全面严格执行 会打三剂疫苗不能进健身房这项证令 所以我们就不能进去 但是每个月的会费 像我的会费是1288 就是还是要被扣 那我们不能进去 然后又持续的被扣1288 那这个情况要怎么解决呢 我们没有办法使用健身房的服务跟设备啊 那可是你扣我钱欸1288 那健身房就说好那你就请假 那请假要怎么请呢 他说依照我们合约上的请假规定 那根据我们跟健身房签订的这个合约里面有证明 几种可以无条件请假 不用付手续费的请假方式 包括调职啊出脱啊或者是你身体有什么样的医生层 乱客名你不能去运动之类的 那他其实是有一个G条款 就是没有详细什么原因 他就只是讲说如果你因为其他原因无法使用健身 他那个G条款我现在就是直接证给大家听好了 那G条款其实是最后一项就是符合政府的那个定期化计划 还有我们跟他们签订的合约条款里面的G条款 他其实有明白写说其他应有无法使用健身设备之室有者 应检附室有证明文件书面申请 然后就可以不用付任何手续费的暂停会计 就算是请假 但是业者不愿意让我们用这一条请假 因为我后来就是有成立一个脸书社团 然后很多相关问题跟争议的网友都有加入 那他们其实有人就是真的是用会打三剂疫苗 加上一些就是小黄塔之类的证明去请假 结果乌军就直接驳毁了他们的请假申请 另一名消费者陈先生指出 打不打疫苗是个人选择 现行法律并无强制接种的规定 自然不应该以三金令 稳禁限制移缴会费的会员出入健身房 危害会员的健康自主权 那陈思中部长在4月14号的时候 有在这个新北市的COVID-19居家照顾计划 全面启动记者会里面就有提到 社区传播已经到现在的状况 公布重新意义不到 请大家下载社交距离APP 但是健身房这边还是跟体育署都不承认 现在是有社区反映或者社区重播的状况 我真的是很请陈时中部长 对于这一点是不是能够表示一件 是不是他们这边跟你们这里有沟通上的问题 那我有几点 我们是希望那个陈志东部长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说体育署健身房都表示CDC没有公告 那本土的疫情是不是连社区感染的程度 都是不是已经达到社区感染的程度 那还有就是说 本土疫情是往从那个3月17起开始 都已经超越社区感染 已经到达社区传播的程度 那避免体育署经人是以未公告为借口 那希望国内的本土的各省市 请陈请那个部长招受我们 就是国内本土各省市的分别是从省收开始 就已经到达社区感染 消息会秘书长徐泽玉说 体育署发布的强化COVID-19疫苗第三季接种规范相关Q&A 禁止消费者为打满疫苗 是可规则于消费者的市由 对消费者而言非常不公平 因为指挥中心规定三纪令 让消费者不可以进入这个健身中心 我们再回到11 您记载事项的事 这个怎么会是可规则于消费者的市由呢 目前的这个健身中心并行化期间 因记载就不得记载事项 永远规定了 因为偏灾战乱政府法令之心 竞争或变更的不可抗议或其他不可规则于消费者的市由 难以完成本契约的服务的时候 任何一方得终止契约 那这个业者是不可以收手具费 违约金或任何明目的费用 但是现在体育署的解释是说 这个不算是不可规则于双方的市由 是你自己不去打三纪的 是你自己的原因不打三纪 你不能够进去 不能够进去这个健身房 所以不适用这一条 你只能够适用我刚刚显示的 刚刚秀出来给消费者看的 你只能适用第十点 那适用第十点 那最多就可以扣六千块钱的这个手续费 这对消费者来说是多么的不公平 消极会董事长黄一腾则表示 三纪令已经是过时的清零旧思维 违反与疫情和平共存的最新防疫政策 期盼政府能将消费者取消或请假 视为不可规则于双方的市由 让消费者能自由选择 是否请假暂停缴费或是解约 才是对消费者合理的保障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农历5月14号是台北狭海城隍老爷圣诞 庙方都会举办热闹的庆祝活动 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停办 但今年庙方恢复举办台北狭海城隍文化节 希望透过一系列的祭典 展演 市集 戏剧与装置艺术 祈求疫情早日退散 也为大道城注入活水 台北狭海城隍文化节 台湾弹唱艺术正美带来一曲台湾式宝岛 为活动揭开序幕 2022台北狭海城隍文化节 即将在5月28号登场 台北狭海城隍庙协同文化局 大同区公所台北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以及台北地下街与大道城店家 透过庆典活动为城隍老爷祝寿 祈求疫情早日退散 那当然很感谢区公所文化局 新文化运动馆 台北地下街 还有所有在地的好朋友 店家一起支持 让我们这个活动在2022年 能够顺利的举行 在这一整一整个月 从我们第一个礼拜的 有非常多精彩的新旧的演出 有北馆 南北馆的 有现在的电气神将的 有现代舞的 然后二胡的也都有 然后到在第二个礼拜 6月3号到5号有市集 然后6月5号还有人还愿歌仔戏 很感温的啦 然后6月12到6月16 就是我们狭海城隍的祝寿法会 那其实就非常的热闹 那再加上地下街跟我们的曲公所 都有各自线上的活动 可以这个看影片 然后我就可以hush tag 或怎么样就可以抽到 大道成店家好礼 那来地下街是可以做满额证 就是满一定的额 这个金额就可以拿到 城隍庙的祈福品 这个是非常的难得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大概是整体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呢 这一次我们的设计也是很炫彩的 为什么希望用温暖 然后希望用喜气的方式把疫情冲散掉 把它带走 那我们希望迎来更好的这个我们的未来 这样子 大道成是戏困 对吧 大家知道大道成是戏困 那在这里有很多现实 子弟宣舍 那有这样子的文化 那虽然我们的力量很微薄 可是也不能缺席 所以呢就很希望说呢 可以藉由 峡海城隍花季这样的机会呢 也把我们大道成宣舍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艺术活动 推广给大家知道 所以我们来好名 就是神乐队来福秀 有什么叫神乐队 那知道我们 刚才的时候 差不多一百年前 我们这婚伤喜庆 也是贏仙红 妙记的这些音乐啊 都是我们的北管乐 或者有一些是南管乐 然后呢 大家只要听到这个音乐 就知道说 今天有黑色有老热 所以呢 会说 他们这些乐队 其实是心灵的乐队 但是 我们给他办一个来福秀 现场可以让大家听到 因为现在 时代比较不一样的 听北管乐的人很少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透过小海城隍文化记 这样的号召力 然后呢 在这个活动里面 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解说 拆解 然后跟宣摄的表演 让大家知道说 哦原来这些音乐 它有一些怎么样的 背后的故事 它是怎么样子在运作的 活动中一大亮点 还有这座全台唯一的 城隍毛线庙 5月28号到6月26号 将在永乐广场 供民众拍照祈福 因为我们的工作室其实也就在大稻城那里而已 然后我们进到大稻城的时候 我们真的觉得在地的文化非常非常的甘心 因为我们是 其实我们是南部人 然后南部都会有聚落的感觉 可是我们来到 那个 永乐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好像回到我的家乡 真的真的 因为我们在做这间庙的时候 隔壁的邻居们都会跑过来说 啊有没有妹妹 啊有没有要帮忙一下的 啊妹妹 啊你这个东西怎么弄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 然后我们在制作当中 其实我们也用了很多不同的毛线的技法 然后其实这都是大部分很多立体的东西 都是妹妹手工织出来的这样 对姐姐这只是负责讲话而已 然后大部分都是妹妹做的这样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木工 然后整个建筑都是James制作的这样 然后我们制作过程其实都会有很多的疑虑 比如说我们不知道把老爷做成这样 老爷开不开心 所以我们姐妹睡觉之前都会打趣的说 啊如果今天晚上老爷我跟你说什么 明天早上我们再来改 这样 我们还有特地去 妙里拨杯 问看看他满不满意我们的设计 然后出来是醒杯 好谢谢 那我们回去继续做 然后其实看到前面的东西我们都真的就是可以 就是 就是有异乡是像庙里面可以拜拜啊 或是他也有做这个宝贵出来的样子 对然后我们就是想要把城华爷复制成一个毛线的状态 连神帽其实都是参考真正神帽的制作方式去做出来的 但是这次案子很有趣就是 我们可以体验到就是我们纤维其实有不同的创作封面 然后可以把材质玩到这样的程度 也谢谢台湾真是给我们机会 有感于疫情肆虐 台北沙海城隍庙也连续三年捐赠防疫物品 今年则是捐赠了一千支快塞剂给消防局 温暖守护防疫人员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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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理说是来台200年是不是要有个活动 我都准备好了 真的喔 今晚就开了喔 结果 结果不可以贏 不可以贏我要怎样 我只没拿去浸水了 我也没有那个破例 只有一点点的钱 然后就帮忙那个台北市政府 我们做了一个什么 七千的什么 体温的计 也不是额头的 就是一般的 但是七千支也算个数目 然后到了去年 他还说不可以 我也有准备 没有准备很多 结果我们的大同 有一个第四大队的消防 他们就跟台湾说 可不可以帮忙一下 一千一百件的YES 你看 为什么他们知道 他们颁奖给我 就说有爱心 然后第三点就今年了 我就还没开始 消防队又来了 欸 台湾 他说要在什么 啊啊啊啊 我们没有多少 不是挨不去 真的不是挨不去 连抢都抢不到 后来我只有捐一千支而已 如果 你说 我没有塞过 我没有 我把我那一支也献出来了 谢谢 哦 我真的爱各位 今天 如果没有保中姐被我骗 一年一年 每次搞活动都来这里搞 第一个遮风避雨 第二个有冷气 第三个 旅游都一串 不是我串 所以我真的好感动 然后现在我们的邻居 还有麻祖过来啦 还有那个印度舞过来 我们那个迪化街上好多文化 还有好多那个我们要学学不到 所以我就想起一件事情 长辈说 你若有100万买一间房子 没有遗憾 出品哪赞 万金 买出品 董语 怕怕怕怕 哇 文文姐刚才都没有讲数字 他刚才捐赠的这三年来都是100万 他都没讲给他掌声 捐赠给我们台北市的防疫物资 所以为什么我知道 是因为市长亲自颁奖给他 感谢 而且他很低调 他其实都没有告诉别人 他除了努力的把钱捐给市政府做防疫 照顾所有人民之外 他还把钱捐给我们办艺文活动 然后自己口袋两袖清风 我这时候工商服务一下下就好了 我们28号呢 因为还是要有一个实体线上 让大家知道迪化街还在 疫情会走 迪化街还在 所以28号是 我们跟虾海城隍爷爷 跟我们区公所的 练练大高城的活动 再加上我们文化局 我们新文化运动馆的活动 我们会在那边有一个开幕活动 是28号的2点 然后呢 我们那时候会邀请 黄珊珊副市长立临现场 跟大家加油打气 就是希望大家在地能够坚持下去 我们很快疫情就过去 很快就会走出 我们会继续越来越繁荣 为期一个月的 2022台北峡海城隍文化节 将在5月28号到6月30号登场 欢迎民众共襄盛举 感受宗教信仰 结合在地文化的魅力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你的设计我觉得 怎么起来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啦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手座的风潮兴起 连地毯也可以自己动手座 在松山文创园区 有一家手座地毯自创品牌 积极推广手座乐趣与美感 民众可以依照自己喜爱的图案与想法 来创作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地毯 带来满满的成就感 用促容枪在织布上将毛线穿过去 从另一面来看 织布上的图案就渐渐成型 手座地毯的课程进来相当受欢迎 我们主要是用一个机器叫做触容枪 然后把毛线穿过去 然后用毛线一根一根地把它打出来 基本上有点像刺绣 只是它是用机器去制作的 对 基本上做完之后 因为你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去做 会通常是一种观赏用的地毯 这样子 你可以垫在桌子上 可以挂在墙壁上做装饰 大家都会选 我觉得看大家的图案是蛮有趣的 因为就看得出来 它们最在意的东西是什么 有可能是它们的狗狗 有可能是它们喜欢的一些动画 或是说有些人会做跑步之类的 那就从它们的图案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 除了呈现出喜爱的图案 勇于创新的梦梦老师 也不断尝试新的手法与变化 让手座地毯呈现出 不一样的视觉风格 这个是因为我很想要去郊外旅游 就是这是我向往的生活吧 就是我喜欢这样子的风景 这样子的地方 然后所以我就把我喜欢的东西 我脑中想象的东西 就是做成地毯 因为我想要就是实验地毯 就是不同的材质 我不想要它只局限于 我们平常接触到平面的地毯 我希望它有更多不同材质的变化 所以我在这边就是试了一些这样子的效果 还有可能渐变之类的 那在我其他作品我也会就是蛮常尝试 不同的材质这件事情的 渐变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我们地毯其实很少可以做到渐变的效果 它通常都是一个色块一个色块 那你可以用一些就是特殊的手法去做一些 有一种渐变的效果出来这样子 渐成颜色 对对对对 例如说这个有白有蓝 对对对 就从浅色一点的蓝变成深色一点的蓝这样子 那你说一个地毯 如果顾客自己要DIY一个地毯 大概都要多久 如果是这种尺寸的话大概就是五个小时左右 因人而异 就是有些人可能比较快一点 有些人可能会比较慢一点点这样 自己手作完成地毯 让创作的民众获得满满的成就感之外 也可以成为情感的寄托与表达 我们的特色是我们希望来上课 来体验的朋友都感觉到手作的独特 还有一种温暖这样子 就是在这么压力大的环境里面 然后可以留一份时间给自己独处 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一个作品出来这样子 就是有一个人他是自己独处的 然后呢他就过来做一个地毯 然后给他的猫咪这样子 然后他就把这个东西拍成影片 然后我们也看到那个影片 觉得很感动 他就是他的整个 他的channel就是都是关于他跟他猫咪的互动 他为他猫咪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那我们就看到我们完成的地毯 给他的猫咪舒服着躺在上面这样子 那我们也觉得真的很棒 香港艺术家默默老师喜爱艺术领域 因缘际会接触到手作地毯 后来自创品牌 希望将这份手作的温度传递给更多人 我在香港念艺术的时候 其实就有接触很多手作的东西 比如说视觉艺术设计 平面设计 空间设计这些 然后在台湾深造艺术的时候 也接触了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 那也机缘巧合中就是接触到手作地毯 然后我也有经营IG 然后开始越来越多人想要跟我上课 后来就慢慢投入这个创业的过程这样子 我们大地毯的话通常都是12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 基本上是一整天的时间 然后小地毯的话呢 基本上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那一天有三场 每天都会有开课这样子 然后当然会希望大家做完之后会有满满的成就感 然后他们会觉得很开心 我们也会在他们身上就是获得一份另外的我们的成就感这样子 诺默老师说品牌进驻到松山文创园区 他很喜欢这里的环境 很多顾客群也都是手作的爱好者 就是除了环境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个空间而且来的人也其实蛮适合我们的 他们通常对于手作的课程或体验的课程 其实都蛮有兴趣的 那我们也很乐意就是跟他们交流我们的意见 也会就是去参观别人的设计馆 就会觉得哇大家都是很厉害的创作者 也就是互相学习 小黄花手作地毯呢 其实正是现在时下最流行的一个手作课程的一个品牌 那消费者呢可以借由自己的双手 透过注农枪这个工具 可以完成他们自己专属的地毯 而来园区的民众呢 其实也可以找出属于自己毛小孩 或者自己喜欢的图样 来到小黄花手作地毯这个空间 亲自的用双手来完成一个属于自己特色的一个地毯 都有耶年轻人的也有 然后让我比较 就是因为我平常也会来就以为文创园区都是年轻人 但其实也有蛮多阿姨啊 或者说比较年长一些的人来逛园区 而且他们对于我们在做的事情也是非常好奇的 那我们也是很乐意就是跟他们说我们正在干什么 让大家一起体验看看 让他们接触一下我们就是正在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有时候是可能一堆好闺蜜这样子 然后有些是老公然后送老婆这个手作的课程 然后他们一起来我就觉得哇好棒哦 自创品牌手工地毯希望致力推广手作带来的成就感 也让民众沉浸在疗愈的手作环境中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淡江大学大动传播系毕业制作展中 就以影像与展场设计来展现疫情下的日常 也关注社会上的弱势议题一起去看看 丰富的影像创作从事前的计划到拍摄后制都由学生自己来 今年的松山文创学员记联合毕业展 淡江大学大众传播系学子展现了丰沛的学习能量 透过影片与展场设计来呈现疫情下的日常 也探讨关注社会上的弱势议题 我们专题叫做岛屿终点 然后我们做的主题呢主要是疫情下的城乡差距这样 然后我们以两个主题作为发想 主要是教育和医疗这块 像是在教育的我们就看到远距教学的困境 就是原本平常都是实体上课 然后突然大家都要开始使用线上设备 去使用远距教学 然后我们就想要知道说 诶 城市和偏乡之间 对于这个远距的适应习惯是怎么样的 是如何去操作使用这样子 因为大家的概念就是说 经过了这样一个疫情的时代 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日常当中去 协寻到一些更有意义的 一些跟生活有关系的想法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淡江大船 我们大概就是分三组 然后我们有影音组就是拍片子的 剧情片有两部 然后再过来有行销组 我们也有两组 那大半是针对产品方面的一个promote 然后另外我们有一个叫专题组 我们有四部就有关于议题的纪录片 然后去探讨主题 那所以我们这个其实整个所有的大系列里面 都是在疫情底下 然后我们怎么样在这边夹缝当中 能够好像呼吸到一些新鲜的空气 虽然是这么频繁 但是从这个频繁当中 我们也可以找到非常多有趣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主要使用的器材就是手持HD 对 然后手持HD 然后还有单眼 然后单眼大概会有两台 然后也会有侧拍平面摄影这样子 对 然后当然是麦克风 就是sharp gun啊 小蜜蜂啊这样子 在这边其实最缺乏的是 缺乏一个可以带领他们的人 包含像我们这边的老师流动率 其实是非常的高 然后包含像我们学校 一半是正式老师 一半是代理教师 我们这里其实不缺乏物资 但是我觉得缺乏的是一个 愿意来关心这一群偏向孩子们 就是偏向学生们的一个动力 他们像我自己三年前刚来到这边 他们也最常问我就是 我什么时候会离开这边 然后在医疗议题中我们看到 因为最近疫情医疗量能就很不 就是十分缺乏 然后呢不足 然后呢大家大众也渐渐开始重视 远距医疗这块 还有社区医疗 我们就在做 主要在做这部分 以前我有一个病人 他是在台东 但是他坚持到高雄来就医 当他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 那我们也是看着他 一路跑到高雄来 但疫情会有些限制 那对病人来说他会不方便 那如果都有一些慢性病病人 他因为就医的不方便 对药物取得不到 或是遵从性不好的话 那疫情这段时间 你会看出来说 真的会比较差一点 我们有在台东 或者是嘉义的长辈讲 他们要固定要去做回诊 那要么就要 自己要来骑车 要么就是要请年轻人休假 来开车在他去 那他们有时候来回一趟 就是有时候要等公车 那公车一搭可能两三个小时 偏向医疗 然后就是他是在讲说 就是在南回地区 大概有20多公里 或是30多公里以上 其实都是没有医院的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发想了 这个议题 那如果以拍片的甘苦谈来说 他其实因为偏向医疗的话 就是那边交通确实是很不方便 那我们用大学生的角度 去那边拍片 其实可能会有很多交通上面的困难 确实是也深刻的体认到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我们想要拍智慧医疗车 所以有一个跟车的画面 那跟车的画面 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很好的器材 去把摄影机在车子上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 比较阳春的方式 就是在车上 然后用手机 然后贴得很前面 然后尽可能去捕捉 我们认为很好的画面 然后呈现给观众这样子 然后还有最后 疫情带来的数位转型 因为我们发现 怎么要预和医疗 然后都受到数位的影响 这样子 我们就是觉得说 会不会数位这点 其实可以成为减缓 差距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等相差距来自于可能因为资讯资源的不足 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运用的落差 所以因为取得资源相对高的时候 它就不容易开阔它的生活的领域 所以它就会有一些限制 所以它的社会参与就会比较局限化 在台湾呢 我们做医疗 为什么会觉得要把运居这件事情放大 就是因为你只能走进偏乡 你就会发现到 这些偏乡长辈事实上是很勇敢的 而且是很 很坚韧的 他即便他自己身体不舒服 他也知道他要忍住 那这个是我觉得偏乡跟都市历最大的不同 对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会很想要把这些资源带给他们 什么样最好用吗 说实话其实如果以流动画面来说 手机真的很方便 真的 但如果以收音来说 我觉得HD还是最好 它是最稳的收音状况 对就是因为我们在拍摄受访者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受访者 他的声音并不是很清楚 那以相机自己接一个外接的热靴 跟直接别一个麦克风 接HD 接那个三平线的话 当然是麦克风 就是小蜜蜂的声音是最好的 后置也非常好处理 对 前两年 因为就是疫情关系 我们学生就缺少了一个最后一个机会 把他们所做的去跟很多的人去分享 因为疫情校内校外全部都没有了 线上没有办法有互动 那现在我觉得最棒的地方 我们要坚持到最后 就让学生有机会 他可以去说 我到底做了什么 我可以去present 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做了这个东西对什么东西会有帮助 我的想法是什么 你知道那种沟通 对于我们大传系的学生相当的重要 因为他也是一个自信的培养 然后能够把一件事情说得清楚 然后再接受观众的挑战 然后我觉得这个经验是非常的好 不管我们做的成熟不成熟 那个其实是其次的 但更重要的就是一个互动的机会 可以学到非常多 怎么分工 有点复杂 我们因为总共有五支正片 所以基本上我们五支正片 都有主要的导演 然后五支正片的话 下去有两个主摄影 然后两个主摄影的话 也会有好几个不同的后制的工作 对所以我们的分工比较复杂一点 但基本上是每个人都会担任到访谈 也每个人都会担任到导演 然后每个人也都会担任到基本的剪辑 那后制可能会主要有几个人负责这样子 然后你知道吗 传播学院的将来 它就是要踏入到社会里面 然后可以做传播的工作 你知道我们的传播很特殊 我们更主要的是 让孩子们能够替NGO的团队里面去说话 你知道吗 就是说对于这些弱小的单位 我们可以去关注他们 然后可以借着我们的传声 然后帮助他们被看见 或者是说他们所需要的能够 那个可以对他们尽一些帮助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大传系的孩子们 是蛮好的耶 因为他们都要去找一些主题 替弱势的发声 这是老师提到的就是可能像是我们的各组 可能像是因为我们的刚刚老师是影音组的指导老师 那我们影音组就是拍摄 今年两组拍摄剧情片 那我们都会有跟基金会去合作 然后去推广 透过跟基金会合作去推广 我们想要推广的议题 就是可能我们自己也是可以 透过影片去传达我们的想法 但是有跟基金会合作 我们就可以得到最正确的资讯 然后可以去做互相的交流 你知道很多人设定自己就是这样电影系 就没有区别了 但是因为我们是大传系 我就一直告诉学生们说 我们是在为社会大众普遍性的 弱势的发声 社会的议题发声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难忍可贵的地方 埃泽新闻带您看到 前几日发生在三重处的刑警案 我找朋友 是你做的吗 你只在乎这个事吗 你怎么会碰我啊 周一家 撞我包头 跪下 我已经是想不到这小时候那样 为什么不放过我 拜托你经历的话躲起来 躲起来 躲起来 像个小时候那样吗 也有学子尝试与在地品牌合作 结合所学的行销传播 来进行品牌推广 拟定行销策略 我们是行销组 那我们是电技工作室 然后这一次是跟台湾的在地品牌爱创造 做一个合作 那他们的主要商品是在卖贩售香氛乳液蜡烛这样 然后特色是就是他们乳液蜡烧烧完之后 可以当作身体舞来使用 那我们这时候 我们这一次就是跟他们合作 希望他们希望可以在大学生族群里面 可以提升他们的知名度 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从业界 汲取所需的经验这样子 我们下期视频 那從這一次的合作經驗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說 原來跟業界合作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除了客戶溝通 那還有行銷產品的部分 那都是我們要從學校踏出去的 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這一次的合作下來 我們也學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那也很感謝廠商願意給我們這一次機會 讓他們跟我們合作這樣子 淡江大學大傳系結合理論與實作教學 讓學子盡情嘗試揮灑自己 提供學生一條龍式的訓練機會 我們的特色是說每一組的學生裡面 我們自己的訓練裡面 除了你要會做企劃 然後你也要會說故事 我們大半都是用故事行銷 不管你是賣產品 或者你講劇情片 或者是紀錄片 你都要學習 把這個故事說得非常的清楚 最後每一組同學 還要去做行銷的部分 不管你是用這個網路的行銷 或者你去辦影片的放映會 實體的線上的都可以 所以一組的平均人數大概六到八位 什麼都要做還不打緊 最後我們還要做展場 每一組的展場他們的視覺設計 全部都是由老師專門在去做指導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學生 雖然剛剛有提到 我們沒有分組 但是實際上我們是一條龍的訓練 從頭到尾很紮實的 到最後我們還要檢討 他們還會從這個過程當中 來被很多的這樣子的 改進的一個空間 就是首先老師講到說 關於就是我們大傳系 有什麼更加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自己其實深刻感受到 就是我們除了大學四年來的課程 有關行銷的 有關傳播理論的 然後也有關實際製作 去拍攝紀錄片的 然後到最後大學的第四年的壁制 我們有也是有分很多不同的組 也有拍劇情片的 就是其實涵蓋了非常廣的層面 就是其實因為現在我們大傳系 就是一個綜合的 雖然說我們每一個細節 可能都不會像其他的戲 這麼得專精 但是因為我們所有都有了解 所以當我們到進到職場的話 可能就會是一個比較綜合 可以縱觀全面可以一起做衡量評估的一個 特質在 這是我覺得我們戲比較特別的地方 對 關於這個展覽的部分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 我們大部分人是不會有一些策展經驗 所以很多東西都只是在我們想像裡面很模糊 所以當我們實際還做起來的時候呢 就會發現 要顧慮的面向真的非常的多 就是關於整個展場如何設計 然後我們學到什麼的話 就是我們要如何的把自己想說的話 實際的體現出來 然後要怎麼表達讓人家知道 就是應該是說一個大傳系 傳播科系的最重要的點 就是我們要如何傳達我們想說的話 對 就是這個 辦整個展覽的過程 應該就是把這個東西去做實踐 然後實際的把它體現出來 對 這是我覺得學到最大的點 就是我們要如何傳達我們說的話這樣 呃 我個人覺得 淡江大傳的特質就是 嗯 我們的人同學就是每個真的都是非常的有想法 不管是大家是在自己擅長的領域 都非常的多元 比如說一開始大一進來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就會特別對拍攝電影會比較有興趣 那有些人可能對於行銷跟廠商合作這塊 就是也會非常的有興趣 那就是大家喜歡的點都不一樣 然後他們都可以在他們擅長的領域去發揮 他們自己學到的所有技能 所以我覺得 呃進入淡江大傳的同學就是真的都是非常 一群非常有想法 而且是未來也會有很好成就的人 對 什麼樣的學生最適合我們學 我們學校你知道嗎 就是那一些有非常有想法的 然後也有一些批判性的 然後呢他的興趣非常的廣泛 他可能從畫畫到手作 到他的嘴巴能夠表現 那像這種的孩子 那可能他不太知道 他可以去學什麼的時候來我們系上是最好 因為我們會幫助他把這個頭腦的觀察力 訓這個整個的合作的能量 還有怎麼樣去看社會性的一些需要 怎麼去研究議題 怎麼樣把一個東西能夠從零到完全的被實踐出來 我覺得我們大傳系這個部分是很強 因為我在這裡三十一年了 我看到一個大一進來的像白紙一樣 到大四 我可以說我們很驕傲的把他送出去 我真的敢這麼說 因為我們的老師很紮實在 實務跟理論之間的合併的一個訓練 還有針對社會上面的需要量 我們常常會有學長姐告訴我們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然後我們就會盡可能就跟他們有產學的合作 或者是各方面的 然後能夠幫助孩子們 將來在社會上能夠盡一些功用 應該說我自己選的話 是因為我不是很清楚我喜歡做什麼 所以我想說什麼東西都碰看看 所以如果你是不是很確定 你自己喜歡大傳什麼東西 但你對於這些有趣的東西 或是有趣的議題有興趣的話 其實是可以先進來摸索看看 然後在B字這個過程 我覺得可以很完整體認到每一個企劃 或是每一個製作的完整流程是怎麼樣 那這個流程裡面 你可能就會找到你比較適合 或是比較擅長的內容 那你未來可能在職業發展上 你就可以往這個方向邁進 應該像是我自己其實我蠻喜歡策展的 對 所以其實未來可能也會先 往這個方向去邁進 對 拍片我是喜歡拍的 對 我是喜歡拍的 但有時候剪片真的蠻累的 就是其實展期這剪幾天 我們都一直在熬夜 所以其實感受到這個辛苦 然後所以拍片也可能就是興趣啦 就是目前還沒有想要認真的 想要把它變成是一個職業的工作 就是像他剛剛講的 我們進來的人都是很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特殊的 說我是廣播 我是新聞 所以很多人都會匯集到這裡 喜歡攝影的 喜歡拍電影的 喜歡公關的 喜歡策展的 所有人到一個班之後 我們就可以互相交流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大熔爐 就是可以在我們大傳系去實現 我們可以接觸到每個不同專長 不同領域的同學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像延續他剛剛講 我覺得最棒的地方 從一開始的發想到逐步實踐 學子們在今年的畢業展中 完美呈現學習成果 過程中雖然辛苦 但每位學子都收穫滿滿 充滿自信的迎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 怎麼這樣 有追劇 有視訊 網速只能降 不能降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飆網 暢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國民黨經由市長人選終於出爐 經過國民黨中常會確認 前立委謝國良正式征召 參選下一屆基隆市長 謝國良指出 相信自己有能力 可以大幅度地改變基隆 讓基隆成為一個 世代共融的台灣頭 基隆市前立委謝國良 25號下午獲得國民黨中常會 正式征召 參選 參選年底的市長選戰 而共同被提名的還有台北市長候選人 蔣萬安 南投縣長候選人 許淑華 基隆來說 如何在就業上 逐步的在地化 是需要跟未來的萬安市長 一起來合作的 台北也有台北的需求 對於內湖科學園區 現在是相當的擁擠 基隆未來我們所打造的就業基地 可以跟台北 台共同同一隊 所以我們一起努力把區域上的整個做好 未來要跟 奧安市長 跟侯永吉市長 一起合作的 融應會溫金 是一個對於基隆的弱勢 關懷的一個措施 我們目前已經約好 讓基隆市共享的下午餐 透過今年來提案 對於弱勢 對於中立收入不感應的朋友 要進行區域的關懷 這樣也可以把時間跟騎乘拉緊 不需要等到我就任以後 再來提出相關的關懷 對目前這個部分 之所並弱勢 中立收入積極的在進行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導 有市議員在議會質詢時 要求警察局持續加強取締改裝車 不過警察局並有事 目前環保局 只有一套噪音檢測設備 因此希望環保局 可以再增添一套設備 協助警方來使用 改裝車在夜晚橫行在基隆市相關路段發出的噪音嚴重影響民眾安寧 市議員在議會質詢時要求警察局要持續加強取締 希望可以持續的加強取締改裝車 這個無論是市區或是各個區域都應該市民非常關心的議題 我們知道有基層的警員同仁其實都在跟我們抱怨說 都沒看到環保局在出動都是我們警察局的業務在做 但如果真的是這樣 府內我們針對環保局跟警察局 針對這個改裝車輛噪音這個這個的問題 有了具體分工的共識 這邊還是要請我們的同仁 還是就是加強的攔檢 因為你有攔檢一定會有一個嚇阻作用 讓這些喜歡聚集晚上不睡覺的 然後有改裝車病病給我家裡這些的車輛 可以有效的嚇止他們 知道說這個地方有加強攔檢 市民朋友也是他們被吵的睡不著 他也是打電話給我們 那我們也是要接受陳情 那在這裡也要拜託我們警察同仁辛苦你們了 來幫忙取締這些業測標測組 我希望是不是年底能夠再編列一台 因為你如果沒有讓民眾這些改造機車組 或是這些改造汽車的這些民眾 你感受到說我們一個加強執法的這個力道 他還是這樣 我是覺得不要說定時 定時他們會閃的時間 不定時的 就是說可以檢查他們的那個整個車子的噪音 因為老實說我住在安一路那地方 每天晚上幾乎都有車子呼叫而過 而且是蹦蹦叫 我發現好像越來越多了 警察局長劉耀青答詢實則表示 雖然警方已經有派送交通隊四名人員受訓 取得噪音檢測相關證照 執行改裝車噪音取締情況成效也不錯 但是因為目前環保局只有一套噪音檢測設備 因此希望環保局可以再增添一套設備 協助警方機動性使用 那因為受限於監禮跟環保人員 他上班的人數以及時間的限制 所以說我們就提出 由我們交通隊選訓的四位專職人員 受訓取得噪音檢測的證照 那以後他就可以來操作相關的噪音器 來執行機動的一個查查的工作 那這個部分成效非常的好 我們從4月1號開始執行 我們總共出行了四次 那也取締了39件有關噪音違規的案件 那對我們照應的取締有相當的幫助 那議員會說這個成立的狀態消息 只有執行到四次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剛才議員有講到 我們現在全基隆市只有一套噪音檢測的設備 那這套檢測設備目前在環保局 那如果要使用的時候 還要環保局聯合來配合 所以說我們有建議環保局再增購一套 來配置到警察裡來使用 來提高我們機動性 這個部分要跟議員特別的說明 可以特別的說明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N 輕鬆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期見 那是值得看 我們先選擇 我們先選擇 那是值得看 那是值得看 才能選擇 好嗎 那是值得看 我們先選擇 一定是值得摑 成功 可以選擇 大量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 妳的設計我覺得很… 怎麼這樣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我說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 分享自來接中要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真實案例要告訴您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記得1 眼見不一定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記得1 眼見不一定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嘉集團關心您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嘉集團關心您